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然 当然有关系了 如果把真相公布出来的话 那他就知道事情已经暴露 就不会再来了 或者他会偷偷摸摸地回来 但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难以防备其中的危险 现在 长老他们大张旗鼓地把你放逐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黑风国 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 不行 如果我这么跑进去 会泄露了长老的计划 可是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那莫然怎么办呢 哥哥 我和大锤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一说 说吧 我已经一天两夜没合眼了 要不你们俩帮我看一会儿 我好睡几分钟 好吗 军宝 我和大锤是要和你说正事 我实在是太困了 到时候再说 坚持一下 大锤要告诉你 贼来了 知道吗 贼 什么 在哪儿 你刚才说有贼在哪里 在哪儿 吴佑 你别一惊一诈的 我只是说可能 你再坚持一下 等大锤说完了以后你再睡行不行 好了 我坚持不了多久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去蚂蚁酒吧和禁卫君的朋友聊天 皇后厨房的大厨菜包子和我说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我就马上来告诉你了 你是说老蔡 那个胖乎乎的青虫 就是他 他和我说昨天夜里他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外来蚂蚁 咱们这儿的外来蚂蚁很多 这有什么奇怪的 可那个蚂蚁半夜三更爬上荣耀树 背上还背着一只蚊子呢 什么 蚂蚁背蚊子 这还不算什么 今天上午老蔡又碰见他了 这回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就像是怕被别人看见似的 那后来呢 后来他说要去参观皇后的厨房 什么 要参观皇后的厨房 我记得当时那个贼好像就是骑着一只蚊子逃走的 走 咱们去找长老 无忧 大锤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个老蔡一起浇上比较好 君宝说的没错 你们俩先去 我去叫老蔡 就是这样 长老 我没想到他会是个坏家伙 差点酿成大错 你知道吗 蔡包子 是 我以后再也不许愿让人进厨房了 就凭这点事情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倒要看看他去厨房干什么 厨房和封印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他是那个贼 他跑到厨房干什么 是啊 他跑厨房去干什么 除非他不是冲着封印来的 那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 只要他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就不怕他 这样 老蔡 你明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热情的带他去参观厨房 大锤 你明天从金美局里挑几个人 假扮厨子在厨房戒备 是 一定要盯住他看他在干什么 他出来之后先别打草惊蛇 大锤 你跟踪他看他住在哪儿 那蚊子更没跟着他 是 但愿他就是那个贼 这样的话 无双姐姐就能尽早回家了 你是什么人 无双公主 你怎么回来了 长老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莫然呢 长老 我们被黑风国的虎风战斗队行击 莫然被他们抓走了 抓走啊 莫然是为了保护我才被抓走的 他受伤了没有 好像没有 他们是冲着你无双公主去的 可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设了一个拳套 长老 我们得赶紧去救莫然的 如果莫然被抓到了黑风国 那可不是说救就能救的 那怎么办 长老 黑风国会杀了莫然的 求求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我们连黑风国都没有去过 莫然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去救他 我能不能说一句 你有什么主意 我 如果要参观厨房的人是黑风国的奸细 我们抓住那个奸细 然后就可以用它换回莫然了 好主意 真是个好主意 太谢谢你了 不过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先抓住这个家伙 婉叔 下回你能不能把你这草窝好好收拾一下 我觉得挺好了 好什么好 你怎么着我不管 但是怎么也得给我准备一张舒服干净的床 好吧 老板 可你什么时候还回来住 也是 这回得手了 我还回来干什么 就算是来 我也该住进陛下国皇宫里了 我那受万人景仰的老板 这回你办的事情好像都特别的顺利 你说如果万一你没有被抓住 你抓的什么无双公主你要怎么处置 我说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万一没有被抓住 你是不是盼着我被抓 你要再敢胡说 我就把你变成草文的 老大饶命 老大 别生气 我没上过学 没上文化 老大 我居然找个文盲当特务 真是个笑话 那个无双公主吃了有点可惜 留了也没什么用 要不我把她收了当老婆 老板 你这后半辈子不会就靠缩生药活着 我回家了 当然得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你俩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 老板 那怕什么 男人高大伟二一点不是更好吗 那也不行 又怎么了 黑风陛下都没皇后 你娶个陛下国公主当了老婆 陛下她能舒服吗 也是 要不我把无双公主送给陛下当皇后 老板 这我看行 这样黑风国和陛下国就是亲戚了 天下也就太平了 天下太平了 我不就没事干了 那你不就失业了吗 也是 那算了 这么复杂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不跟着你费劲了 真是烦死了 睡吧 明天还要干大事呢 大哥子 叫我什么你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谁说要抓你了 本来是让我们抓陛下国的公主 结果把你给抓来了 你吵没话 你不抓公主干什么 进去吧 快请进 请进 你的朋友呢 不用担心 我那个朋友还在睡觉呢 那就好 你的朋友实在是形象不好 是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走 路锦 还早呢 皇后陛下的早餐很简单 不用盯着 待会我去准备陛下的午餐就好了 这么早就准备午餐 是啊 对吧 皇后陛下可不是一般的人 她吃的东西必须保证营养 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宝宝 所以每天的食谱都是要更换的 不能完全一样 那你可辛苦了 不辛苦 能为陛下国的皇后陛下效劳 那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要不要给您做点早餐 不用 谢谢 我吃过了 厨师长您来了 今天是你们当班 是啊 这位是 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一直不相信我会当上陛下国皇后的厨师长 今天我带他来掌掌见识 麻烦你 好说 请进 走 进去吧 厨房是个干净的地方 可不能带任何脏东西进来 我没有 我是说让你戴上帽子 穿上鞋套来洗洗手 这是我采集的特种草汁 可以消毒杀菌 你想的可真周全 来吧 这就是皇后厨房 厨师长 您来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 他叫心冷 他是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厨房 大家别在客人面前丢咱们厨房的脸 你怎么会选 放开心 放开心 去吃着 干活 开眼了吧 这么多好吃的 这些都是已经做好的食物 这么多 陛下他一个人吃得了吗 这些都是被选的 我们要挑出来营养丰富和味道最好的 这么多好吃的怎么挑 你看 这是陛下每次必吃的姜果 他的味道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 你要不要尝一尝 不 陛下他是我怎么敢动的 到时候我给你单做一碗让你饱饱口福 你看怎么样 那倒是可以 先谢谢了 主管 你过来看一下 你就随便转一转 我先过去 好 你忙 先生 来让一下 您请 你们可真是辛苦 不辛苦 为了陛下的健康这是应该的 那是 吓死我了 好 我告诉你 下一次这个姜果你一定要喝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虽然没吃上你烹调的美味 但是已经饱了眼福 你忙吧 我就不打 好吧 等有机会我亲自给你做一顿大餐 那可真是求之不得 我走了 有功夫就去找我 好 刚才什么情况 我刚才看见他 往健康里面放了东西 果然不是好东西 把这盘姜果装起来 我要送到长老那去 好 好 怎么总是感觉有人跟踪我 原来是个路过的 吓我一跳 说我长得不好看 我怎么觉得我比那冷心好看多了 这现在都是什么审美标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吃美了吧 你就知道吃 咱们赶紧走 走 事办好了 办得是相当好 他们对我毫无防范 目前可以肯定是一种毒药 但好像不是致命的毒药 可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分析 不管是不是致命 只要是毒药我们就有证据了 就可以抓住那个奸细了 你说对吗 长老 长老 他们走了 这么快 蚊子已经飞走了 他是向黑风国的方向飞去的 那个奸细呢 他刚刚出了大门 大锤现在在监视他 好 君宝你先去禁卫军中带二十个人 马上追过去 我一会儿就到 我也去 此人很可能就是黑风国的军师冷心 此人不但狡诈歹毒 而且还会使用魔法 要小心 如果我们真的能把那个冷心抓住了 那莫然一定会回来的 走吧 我去会会这位黑风国的大军师 你别这样让我告诉你 我可是军师的人 少废话 报告陛下 什么事 这个丑八怪是谁 陛下 他说他是军师的人 有事报告 你去吧 是 陛下 军师冷心他让我告诉陛下 行动成功了 真的 太好了 冷心他终于干了一件像样的事 的人 正在回来的屠住 他让我请求陛下派兵到流星河前去接应他一下 他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我亲自去接他 也不知道文字把话带到没有 怎么样 长老 就在前面 好 他无处可去了 动手吧 大家小心 冷心 久违了 黑风国的大军师怎么跑到这来干这样见不得人的够的 坏了坏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别琢磨了 你走不了了 乖乖的跟我回去 我好好招待你 天忆老头 好久不见你身体还好吧 别耽误功夫了 乖乖的投降 要不我就出手了 死文字 你害死我了 我才没那么傻 我告诉你 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们二公主无双在我手里 冷心 你看我是谁 你怎么会 你 你赶紧把默然给我还回来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默然 默然是谁 我跟你拼了 就你 小心 看来今天不拼命是不行了 我看你往哪跑 放心 你不要撤我 我看你往哪跑 你还敢折我 你再看来我就折死你 我惨死你 抓住了 抓住了 你们要娃娃怎么样 冷心 你太不自量力了 你说你给陛下的食物里下了什么药 你放了我 我就给你解药 我们不需要你的解药 陛下皇后没吃 你早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了 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搞得清清楚楚的 你以为你会得逞 完蛋了 这样我冷心可完蛋了 冷心 你死不了 黑风 你做尽了坏事 你想来做什么 火枪怎么样 黑风陛下 你真是太帅了 老家伙怎么样 小废话接招吧 小废话接招吧 发力还挺强 大队 别愣着 咱们快来帮忙 好 让我的流星池 这些小把戏还想上到我 黑风 你真可恶 小猫孩子 就这样的把戏还想击中我 看来你真的想找死 胡说 快躲开 胡说 今天我要为你除害 看来你天忆老陶还真有点本事 大王加油 还不过来帮忙 大王太帅了 我都忘了帮忙了 老陶 看我怎么收拾你 可恶 可恶的坏家伙 天忆 你老了 你不行了 表想吧 你休想 邪恶永远不可能战胜正义 黑暗永远不可能战胜光明 不能战胜 选大匈 是 感谢观看